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談 Series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集數 什麼是集數 其實大家在高中的時候都有看過這個符號 Summation n 從 1 到無限大 或 n 從 0 到無限大 an an 是一個數列 所以在這地方他想要談的事情 或者大家常常會寫 我如果給你一個 Infinite Sequence 那麼我寫 a1 加 a2 點點點加 an 繼續點點點加 那麼知道也是什麼意思 我如果給你有限個數 十數 你知道怎麼去加 對吧 而且你知道加法會滿足交換率和結合率 所以表示說反正我給你有限個數 那麼譬如說你把它放在一個布袋裡頭 這有限個數 譬如說你就放在一張紙卡上面 上面寫個數 你就抽出來 每抽出來一個 你就譬如說抽出來第一個是1 第二個是2 你就1加2是3 然後繼續抽 它會抽完嘛 所以你知道它加出來是多少 而且這個東西跟你這樣抽 我來抽跟你來抽沒有關係 表示說它事實上 誰先加誰後加是沒關係的 因為它滿足交換率和結合率 這個大家應該在高中的時候都知道 可是現在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有一個 Infinite Sequence 所以我這個布袋裡頭 事實上是有無限 無限多個數 我這樣抽抽抽抽抽 我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對不對 可是它沒完沒了 事實上 這個加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點點點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相信大家高中的時候 都很習慣用這個點點點 可是我想大家自己應該要問清楚 你接下來寫點點點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清楚 你這個點點點是什麼意思 那麼大家應該要習慣這個 Subvention 的符號 OK 我知道大家在高一的數學課本裡頭 其實就有了 有這樣子的符號 所以如果同學們對於這個符號不清楚的話 可能要再花一點時間 稍微去習慣它 會熟悉它 好 那麼 所以通常來說 直觀來講 因為它是一個數列嘛 我們剛剛講 它其實是有一個順序的 OK 等於是我知道第一個位置 是誰 A1 是誰 A2 A3 它是按照這個順序 讓這個數呈現出來 所以比較直觀的想法上面 就是 我第一個 A1 然後再來做的是什麼 A1加A2 A1的這個順序來加 再來加A1 A2 A3 再來加A1 A2 A3 A4 然後 下來就要加5個 再來加 就繼續往下加 OK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好了 比如說我考慮 這個是一個幾何級數 2的N字方分之1 那麼下面呢 我們計算了它的錢 比如說這個如果是加1項是2分之1 沒錯 加2項4分之3 加3項8分之7 再來是16分之5 加到第10項的時候是1024分之1023 當然大家你可以繼續往下加下去 其實從這上面你會發覺它這個分數呢 分子和分母永遠都差1 所以照這個pattern 你會猜測它的極限應該要存在 而且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猜它的極限是1 對吧 OK 好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一下 我如果做過formal的計算的話 這是幾何級數 是少數幾個級數 是我們真正可以去計算的 OK 這點大家要注意 那這個東西我相信大家高中都做過了 我不在這邊再算一次 我希望各位同學 確實要知道怎麼算 OK 如果我考慮這個幾何級數2的k字方分之1 k從1加到n 也就是說 2分之1加4分之1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2的n字方分之1 這個核我是可以算出來的 是1減掉2的n字方分之1 為什麼 請大家自己回家做計算 Right OK 所以從這地方看起來 你很清楚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的值是1減掉2的n字方分之1 當然n越來越大分母越來越大 它的導數越來越小 這個數會趨近於0 OK 事實上 對於一個等比級數或幾何級數 r的n字方它要收斂的充分必要條件是什麼 r要大於負1小於等於1 對吧 那我們知道 那麼當它的這個公比r小於1的時候 這個會去距離 所以我知道說 這個地方對於2分之1而言呢 它會趨近於1 好 所以很清楚的 我不但知道它趨近於1 而且我知道 我如果用 n向的和 來逼近我的極限值的時候 它的誤差會是2的n字方分之1 好 這邊我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從這個例子上面去看到 這個極數它的定義 事實上 極數 對於一個極數而言 我考慮它的部分和 partial sum partial sum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一直加到第n項 OK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的做法 第一次就是A1 再來是A1加A2 再來是A1加A2加A3 再來 A1加A2加A3加A4 OK 那麼照這樣子來 我就會有一個新的數列 這個數列 我叫它sn 而我們稱它是這個極數的部分和 partial sum 所以這些這些名詞大家都要知道 所以我們才能溝通 那麼如果這個 partial sum 所形成的數列 收斂的話 那麼我就說這個極數收斂 否則的話我就說它發散 OK 而且通常我會把它寫成 這個極數會等於s s是這個partial sum的極限 那麼所以嚴格說起來 這個符號並不是一個和 我再強調一遍 它不是一個和 它是一個極限 所以跟極限有關係的時候 你都要考慮它是不是收斂 OK 好 所以第一個在這邊大家一定要了解 什麼叫極數收斂 極數收斂的意思就是 它的部分和的極限要存在 OK 好 所以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2的n次方分之1 我知道它的部分和sn 是等於1減掉2的n次方分之1 那麼當n趨勁無限大的時候 因為2的n次方分之1會趨勁於0 所以我知道它的部分和的極限是1 所以我就會把它寫成 這個幾何極數2的n次方分之1的和是1 我會這樣讀 好 那麼直觀上來說沒錯 它就是我們一般符號上寫的1 加上1分之1加4分之1加8分之1 and so on OK 好 當然這件事情上 大家不要小看它 它有很多吊詭的狀況會出現 因為這個加法 那麼從上面的這個例子來講 我想大家可以做類似的計算 事實上 對於任何的幾何極數 a乘上r的n次方這樣子的幾何極數 n如果從0開始的話 它會收斂的充分必要條件是 它的公比r的絕對值要小於1 而且我知道它會收斂到1-r分之a 那麼如果我用n向的核去逼近它的這個極數的核的話 它的誤差會是這麼多 在這邊我們在討論極數的時候 第一點大家要了解的是極數收斂是什麼意思 第二 常常我們後面會判斷的是極數 現在大家看到的唯一的能算的例子 不是唯一啦 少數能算的例子 就是這個幾何極數了 這只是少數幾個我能算的 我會真正的把它的核算出來 那一般來講 我後面會學到很多方法去檢驗這個極數是不是收斂 OK 我們會學到很多的方法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一定要跟上 否則就會跟上學期後面那個積分的那些技巧差不多 全部都糊在一起 沒事你想一個 沒事想一個 OK 不要一次做很多的題目 你反而應該少少的一點一點一點 沒事去想一下它到底為什麼收斂 好 那除了我剛剛講少數的這些數列之外 大部分的核都很難計算 很難計算我知道它收斂 那麼在應用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要知道它的估計值 通常我怎麼估計 我就用前面的某若干項的核去估計它嘛 可是 估計如果沒有辦法計算誤差 那就是垃圾對不對 因為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嘛 所以你要知道能算誤差 所以剛剛這個定理上面很清楚告訴你 第一 我考慮的是幾何極數 這個極數什麼時候收斂 公比小於1的時候是收斂的 它收斂到什麼值 這個是少數我可以算出來的 OK 到後面你會看不到這個東西 可是重要的是這個 我如果用N項的核 這邊從K從0加到N-1 一共有N項嘛 這N項的核去逼近我真正的這個極限值 這個極數的核的時候 它的誤差是多少 或者至少我要可以估計它的誤差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在這邊大家就應該很清楚的 這一張裡頭 這一張喔 到後面我們談極數的時候 它的主要的重點在哪裡 OK 極數收斂什麼意思 那麼它的誤差 有現象的誤差我怎麼樣去做估計 好 在這邊呢 事實上我想大家都看過 尤其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循環小數 這地方這字有點小 譬如說2.31717循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它是2.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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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重複的一直出現 那麼當然這個東西高中的時候大家都看過 把它寫成一個有理數 Alright 那麼我相信有很多同學可能看過那個公式 可是那個公式為什麼會對 我們來看一下跟極數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因為所有點點點都要不然跟數列 要不然跟極數有關係 2.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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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 小數點大家都知道 所以是2加上10分之3加上 你要兩位兩位的一起看 OK 所以是10的3次方分之17 再來是10的5次方分之17 點點點10的7次方分之17 所以我事實上是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幾何級數 這個幾何級數的公比是100分之1 OK 所以剛剛幾何級數的計算 我的確就可以計算出來 它就會是10分之3加上999 990分之17 這的確跟大家之前學過的這個公式是吻合的 好那這邊我們把它提出來 並不是說我們要計算這個東西 只是 但是之前學過的東西 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應該要清楚 好 那麼接下來當然給了一個級數 第一判斷級數收斂和發散 就變成是一個重要的事 OK 好 那麼我們先想想看 我們再仔細想一下 這個級數你覺得級數收斂 到底什麼樣的級數會收斂 你必須要一直加嘛對不對 你一直往後加 每次多加一項 每次多加一項 所以這個數列的尾巴項 如果太大的話 你加了以後 它後面就會有 它的數就會往 就會增加或減少 或增加或減少 或增加或減少 所以 可以想像的一件事情 這個部分核到加到最後的時候 你怎麼加 應該不太有影響了 就差不多差不多就是那個值 所以你往上加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非常小 它的絕對值應該會很小 就是有加跟沒加差不多的意思嘛 對不對 加到最後 所以 我們會學到的第一個定理是說 如果這個數 這個極數收斂的話 那麼 它的數列的極限一定要是0 再講一遍 極數收斂的話 它的數列的極限要是0 大家要這樣去解讀 你不要去硬去記這些東西 就像我剛剛講的 極數收斂表示什麼 它的部分核每次多加一項 每次多加一項 到最後這個部分核要收斂 表示說它差不多那個值都不會變 表示加上去的東西 有加跟沒加差不多 有加沒加 什麼東西有加沒加差不多啊 0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部分核要去均0 好 這個定理的意思我懂了 可是我講過 每個定理 你應該有兩個方向去看 OK 所以它的逆轉命題告訴你什麼 如果這個極限不為0 那麼極數一定發散 對吧 再一次 極數收斂 數列的極限要為0 它的對偶命題是什麼 如果極限不為0 那麼極數就要發散 所以這是大家學到的第一個test Test for Divergence 這是一個極數收斂的必要條件 也就是你先去檢查 這個極數的一般項 是不是會趨近於0 如果它一般項不趨近於0的話 這極數一定就發散了 OK 二話不說 也不必去看別的東西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例子 n乘上sine的n分之1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極數 這是它的一般項 對於這個極數 你說要去算它的部分合嗎 嗯 我不知道 你可以嘗試看看 不 我會說我不要 因為 這顯然 如果真的要算 要能算的話 還會限制到非常多的這個 分量函數的一些事情 這大概是almost mission impossible 好 這個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它的一般項的時候 an是n乘上sine的n分之1 好 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n分之1會趨近於什麼 會趨近於0 對吧 所以sine的n分之1會趨近於0 n會趨近於無限大 所以它是一個不定式 對吧 一個趨近於0 一個趨近於無限大 這是我不曉得 所以我顯然必須要有其他的方式來做 所以 我應該讓f 是等於x 乘上sine的x分之1 我還是要用到 如果它是個連續的情況 這個連續函數 當x去近無限大的極限如果存在的話 那麼它所induce出來那個數列的極限也存在 那麼我剛翻了一下剛剛大家寫的那個 那個課堂的 那個課堂的 隨堂的測驗 通常大家都還是用n 我不能說它真正錯 只是那個符號上 indicate 大家的觀念上不是很清楚 數列它本身是離散的 它只是在正整數點有定義 你是不能微分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沒有微分可以考慮 所以事實上它用的原理是 你看的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在所有的實數上都有定義的 除了0以外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limit n 曲均無限大的時候 x乘上sine的x分之1 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 我知道我可以把它寫成limit x曲均無限大的時候 分子曲均於0 分母也曲均於0 所以它是0出於0的不定式 Lopatoes Raw告訴我 我可以分別做分子分母的微分 去看它極限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 那麼這個極限就會等於那個極限 所以我就可以分母的微分是 cos 1 over x 乘上 d dx 1 over x 下面我會為 d dx 1 over x 為什麼我不微 因為我看到這兩個東西是同樣的 看到沒 你當然這個東西很好為 是負的 x 平方分之1 but you know 反正這兩個是一樣 所以這小調 所以limit x 曲均於無限大 這個東西 所以當 x 平無限大的時候 x 分之1會曲均於0 cos 0是什麼 是1 這是一個方法 當然如果你清楚 如果你把它換成θ 這也是θ sin θ 除以θ 當θ 曲均於0的時候是1 你知道這件事 你當然也可以 ok 好就是說三角函數 sin 的值 其實如果那個角度是用進度量來量的時候 它的值當θ很小的時候 其實跟 x 是差不多的 Right 好 所以因為它的這個極限是1 所以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 an的極限也存在也是1 對不對 這個函數 連續的形態 它整個函數的圖形都會曲均於1 曲均於y等於1的話 那麼在正整數點的值當然也是曲均於1 所以這會曲均於1 這個東西是不等於0的 所以 tests for divergence 告訴我 這個極數是什麼 是發散的 是發散的 alright ok 好 所以 rule number one 你看到一個極數 先看一下一般項 容不容易判斷 它的極限值 如果極限值容易判斷 你先算算看 如果它的極限不是0 它一定發散 可是反過來呢 如果它的極限是0呢 是不是一定保證 這個極數會收斂 如果這樣就好啦 大家可以想像嘛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個答案 對不對 因為我腦子裡都還沒有其他的反例 如果 這個 現在我們前面已經確定 極數收斂的話 它的一般項的 這個數列的極限一定要是0 反過來 如果數列的極限是0 就保證極數收斂的話 那麼 數列和極數的收斂性 不是完全一樣嗎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只要考慮極數 就數列就好了 根本不必花那麼多章節 你看一下你們課本裡頭 有一堆 全部都在告訴你 怎麼去判斷 極數收斂發展 你就不必談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答案一定是no 可是反例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OK 好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要 稍微放在腦子裡去想 OK 那麼當然極數 它的四則法則 的運算法則有哪些 如果AN這個極數 BN這個極數都收斂的話 那麼相加的極數是收斂的 乘上一個scaler的極數也是收斂的 而它分別的極數和呢 我知道 兩個極數相加的極數核 就分別是它核相加 乘上scaler也OK 所以 從這兩個 你當然可以得到相減也沒問題 好 這地方應該打錯 這應該是一個減號 OK 所以相加將減是沒有問題的 乘上一個常數沒有問題 相乘呢 OK 這個問題大家要放在腦子裡 我們現在還不能回答 可是 你永遠應該要有問題在腦子裡 就是說 你看到這邊 你看到家了 你看到scaler 懲罰了 你當然就會問懲罰 OK 你不見得要馬上現在立刻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你應該可以想到這個問題 好 好 那麼 接下來我想 在處理極數收斂發散的問題裡頭 我們要想一下這件事 我們先看幾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收斂的例子 就是那個幾何幾數 好 我可以算它的值 可是其他的我想比較困難 那麼 我們也應該再看看 就是說 我在考慮這個 極數收斂的時候 它的定義是什麼 是它的部分核 要收斂 對不對 它的部分核是一個數列 我是不是應該就回想一下前面 我學過有關於數列 收斂發散的定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數列要收斂 第一個 數列如果收斂 它一定是bunded 對吧 我們剛剛才討論過 一個數列如果要收斂 這個數列一定要是有介的 所以我得到的一個必要條件是 如果這個數 這個極數收斂的話 它的部分核 一定要是bunded 也就是說它加加加不能爆掉就是了 這是第一個 可是反過來呢 那如果 它不會爆掉 是不是一定收斂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兩個正反的關係 大家反正要 反而要稍微去想一下 好 那麼 對於這個例子 大家應該也放在腦子裡頭去想一下 這個極數 收斂還發散 覺得收斂的舉手 覺得發散的舉手 OK 為什麼發散 你看 現在已經知道了 它的一般向 負1的n次方的極限 不會等於0嗎 不會等於0 有兩種條件 一個極限不存在 一個是存在不等於0 兩個都算 好 所以我知道它是發散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部分核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部分核 它的部分核 是n從0到 k從0到n 負1的k次方 所以是1-1加1-1加1 最後一項是多少 負1的n次方 反正一正一負一正一負 當n是偶數的時候 一正一負剛好都消掉 一正一負都 不 n是基數的時候 反正一正一負一正一負 你會留下誰 sorry sorry我講錯了 因為我從0開始 我如果從0開始 看從0還是1 k如果從0開始的時候 n如果是偶數的話 那麼 因為從0開始的話 這邊一共有多少 n加1項 n加1項的話 那麼就表示 會剩 頭內項 或者是剩 尾巴內項 sorry sorry n如果是基數的時候 n加1是偶數 所以剛好消掉 對不對 一正一負消掉 所以這個部分核 sn會等於0 sn會等於0 n如果是偶數的時候 它有基數的項要加碼 對不對 一正一負消掉之後 看你要剩頭或剩尾都沒差 頭尾都是什麼 這n是偶數 所以這是1 這也是1 所以sn是等於1 所以你看到 它的部分核是 它的部分核 是bunded 可是不收斂 所以表示 大家要在這邊 我要特別拿這個例子 來提醒大家的是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 極數要收斂 就是加起來不會爆掉 就ok no 你看到這個例子 它加來加去 它那個核就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要不然是0 要不然是1 要不然0 要不然是1 ok 可是它不會收斂 Alright 那麼 你說好 這個東西有點討厭 因為它有正有負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考慮 正的極數 如果我考慮an都是 非負的 十數 ok 它有可能可以是0 可是通常0沒什麼太大意思 加了0跟沒加差不多 事實上可以把它踢掉 你可以考慮它全部都是正的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是比較單純的 為什麼 每一項都是正的 或大於等於0的數 你越加就會越大 對不對 你一直加 每次加都加一個大於等於0的數 所以你的部分核會怎麼樣 越來越大 所以你部分核的數列 S1一定比S2來的小 S2一定比S1大 S3一定比S2大 S4一定比S3大 它會一直往上增加 所以前面我們才學過的 Monotone Sequence Theorem 告訴你什麼 這樣子增加的數列 如果它有上界 它就收斂了 可以嗎 好 所以的確對於正的極數而言 這個極數收斂的充分必要條件 就是它的部分核是有界的 換句話說 也就是說用你的自己的話來講 如果你要解釋給一個沒有修過微積分的人聽的話 應該就是說對於正的極數來說 你加加加加加加不爆掉就收斂 這的確是對的 就跟我們一般直觀上面你會覺得說 你就加加加它不會爆掉那就收斂 Alright 所以前面我們已經學到第一個 這個極數要收斂 它的尾巴向一定要確定於0 因為加到最後有加和沒加要差不多 可是我們也發覺可能有一些問題是 即使它的一般向的極限會是0 就是說它很小它最後會去均0 不見得 不見得代表它會收斂 我們下面來看一個極數 harmonic theorem 我們叫它調和極數 就是n分之1 這個極數 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2分之1 第三項是3分之1 也就是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加5分之1 and so on 下面我們計算了 前30項 sn的前30項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去觀察一下 緩緩地增加 所以最後這邊我留下了s21到s30 你會猜它收斂還發展 事實上從這個數據上看我都會猜它是收斂 因為它就是緩緩的你會覺得好像逐漸在趨近某一個值 可是當然如果繼續做計算的時候 我來看一下它的趨勢 下面這個圖呢 藍色的圖是n分之1這個數列 它會去距離0 你看到沒 紅色的這些點點代表它的部分核 從這個趨勢上看起來 它有點往上衝的感覺 如果我看到這個圖 我會猜它發散 可是從前面的數據 我會猜它收斂 因為它那個數據看起來好像 的確會往某一個值去走的感覺 這邊有一點上面我會建議 你們下個禮拜就會有一堂課去explore Maple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就是說那個數據看起來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要能解讀數據 就是說在學校裡頭 至少在維基分的時候 你學到很多東西 大家都很清楚說 老師答案到底是什麼 可是到後來你可能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人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要從數據上去能夠解讀 然後要有一個理由支持你的結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部分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也應該要培養一下 於是